3月22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协议众特区政府高级官员在政府总部二楼会议厅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 虽然近期香港疫情回落个位数次 但是不可掉以轻心 呼吁大家起打疫苗 而是源头未明的个案也是下降的 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可以松懈或者调以轻心 我在这里也是呼吁全港市民 在早前已经是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 也是按着他们预约了去接受第二剂疫苗的时间来接种 因为这个第二剂疫苗接种 好像我刚才讲 是先能够完成了这个疫苗的保护作用 否则就好像我们一位专家讲 就是你打了第一针没打第二针就是前功尽费的 所以在这里是再次作这个呼吁 林郑月娥还表示 为了保障市民接种疫苗的需求 特区政府相关专家正研究采购第四款新冠疫苗 卫生署的同事和专家也都在这里很努力去研究究竟我们还有 撥款可以购买的第四款的疫苗应该是来自哪里了 大家记得我们在立法会申请了撥款 是一共买四款每一款是750万剂的疫苗 从而令到香港市民750万市民有两倍足够的疫苗应用 那为什么要买到整三千万的疫苗呢 一来就稳固 二来因为现在未知到究竟它的保护的时间有多长 打完两针之后是不是以后都不用打呢 因为很短时间那个免疫力失去又要代打 所以特区政府为了保障全港市民的健康呢 就是采取了这个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